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军方各一家如花对老王的骚操作感到十分不满意 不过老王并非总是这么不高谱 起码在训练我们时就非常讲座 随着训练强度的增大 我们的实力也得以提升 我还因此解锁了透视的能力 并另外发现 军方准备用前马受限 把我们改造成没有理智的超级弹势和魔王干架 而老王不乐意了 因为他的哥哥老邪 当年就是受到前马受限的照射 而变成杀人狂魔 于是拿我去找军方求行 结果却意外得知 原来魔王的真实身份 就是对自己的哥哥老邪 而更倒霉的是 军方因为怕老王坏事 就直接将他囚禁了起来 如花也不希望我们的人生 就此毁掉 于是他压缩我们时 出手放倒了两名随行警卫 如花那么仗义 我们也不能客气 或时出一招潜行家偷袭 小白释放肥鹤亮翅 成功摆平了 看守我们的警卫 最后我们救赎了老王 并乘坐飞碟 去找老邪决一死战 老王试制劝老邪冷静一点 结果被老邪的一套 神罗天针垂翻 眼看要凉 军方直接发射 刀方铁网 进行无差点杀害 没想到 却被老邪的神罗天针 弹到酸菜头上 关键时刻 老王乘风多年的神速之力 再次觉醒 显知又显得救下了酸菜 为对付老邪 老王决定先回军部 拿着装备 幻灵神行动的老王 果然战力大涨 最终我们施展出 各自的超龙力 和老王一起战胜了老邪 世界再次回复了和平 据说前马射箭 能击活人身上 隐藏了超能力 下面请大家按下赞尼键 看你能随机抽到 什么样的超能力吧 喜欢第一把讲故事 让我点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